今天买了两根玉米 给孩子们来做好吃的玉米饼 先把玉米剥掉外皮 在对板切开 这样好方便剥枝 刚好女儿选完作业了 也来帮我一起剥玉米枝 这里刚好是300克 水开以后倒入玉米粒 约煮上三分钟 控水捞出来 把晃凉的玉米粒倒在大盆里 在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50毫升纯牛奶 一些蜜豆 15克白糖 先给它们搅拌均匀 把鸡蛋搅散 再加入50克面粉 这里是100克的糯米粉 混两次加进去 边加边搅拌均匀 让玉米粒都沾上糯米粉 像这样粘粘的就可以了 预热好的电饼畅 刷上一层薄油 倒入搅好的玉米糊 用铲子均匀的摊开 摊平整一些 用中火烙上4分钟 面糊全部凝固以后 在表面淋一点油 轻轻的拖起来 给大饼换个面 再接着烙上3分钟 边缘都鼓起来以后 再次换面 真的好香啊 可以用铲子按压不塌陷 说明里面也瘦头了 出锅之后再切成小块 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玉米饼 吃起来又软又香 玉米粒吃着有嚼劲 加上香甜的蜜豆 真的很好吃哦 做法简单 无难度 当做早餐也很不错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娟子 咱们下期见